肾脏的救星。 只需水龟草和一米一起包来合,效果超好。 肾脏的主要功能是排泄体内的毒废物、分泌尿液等,是人体最主要的几个器官排毒之一。 肾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是分泌尿液,清除体内代谢产物如肺物、毒物和药物,同时调节人体。 内水分和渗透压,重吸收功能保留水分及其他有用物质。 当出现噬睡、腰痛、腰膝酸软、高血压,另外还伴有小变增多或减少,蛋白尿、浅血、盐碱浮肿时,这说明您的肾脏可能生病了。 若人体 两个肾脏严重受损,一般疗法只有洗肾和患肾,然而若你懂得草药,或许还有第三种选择。 肾脏是沉默的器官,它任劳任怨默默耕耘,因此许多肾病初期并无征兆,一旦病发可能为时已晚。 若两个肾脏严重受损,一般疗法只有洗肾和患肾,然而若你懂得草药,或许还有第三种选择。 水归草 水归草的正名为水竹草,全草内肤清热解毒,倒腊外肤消炎退肿,因此它既是解毒药方,又是天然消炎药。 其主治的病症之一,即是肾炎水肿,由于它治疗肾病的神奇功效,曾一度广为流传,因而被称为肾病救星。 然而若单靠此一单方,效果可能比较逊色,因此建议使用水归草包一米,并配搭猫须草,以加强其效果。 不过,建议患者服用药方后,再次返回医院做检验,若尿酸值及其他相关指数下降,则可继续服用草药。即使病患以洗肾,此药方也有助减轻其症状。 水归草包一米,做法一 水归草包一米,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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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 砸笑、肾炎、利尿、水肿 材料 水龟草100克 猫须草50克 1米10克 做法 A. 起净水龟草与猫须草 B. 包煮热水 加入水龟草 猫须草及一米 C. 一米熟透后,捞起水龟草及猫须草,即可饮用,也可加入适量冰糖 水龟草包1米,做法2 材料 水龟草 30-60克 C. 斑兰叶树片 1米1小包 冰糖少许 做法 烧开一锅水 加入水龟草 小包,斑兰叶和一米 当水再滚起后,转小火煮至一米熟透爆开 加入适量冰糖即可熄火 肾脏的主要功能是排泄体内的毒废物、分泌尿液等,是人体最主要的几个器官排毒之一 肾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是分泌尿液、清除体内代谢产物如废物、毒物和药物,同时调节人体 内水分和渗透压、重吸收功能保留水分及其他有用物质 当出现失睡、腰痛、腰膝酸软、高血压、另外还伴有小变增多或减少、蛋白药、浅血、盐碱浮肿时 这说明您的肾脏可能生病了 若人体 两个肾脏严重受损,一般疗法只有洗肾和患肾 然而若你懂得草药,或许还有第三种选择 肾脏是沉默的器官,它任劳任怨默默耕耘 因此许多肾脏病初期并无征兆,一旦病发可能为时已晚 若两个肾脏严重受损,一般疗法只有洗肾和患肾 然而若你懂得草药,或许还有第三种选择,水归草 水归草的正名为水竹草,全草内肤清热解毒,到烂外肤消炎退肿 因此它既是解毒药方,又是天然消炎药 其主治的病症之一,即是肾炎水肿,由于它治疗肾病的神奇功效,曾一度广为流传,因而被称为肾病救星 然而若单靠此一单方,效果可能比较逊色,因此建议使用水归草包一米,并配搭毛须草,以加强其效果 不过,建议患者服用药方后,再次返回医院做检验,若尿酸值及其他相关指数下降,则可继续服用草药 即使病患已洗肾,此药方也有助减轻其症状 水归草包一米,做法一 疗效、肾炎、利尿、水肿 材料 水归草一百克,猫须草,五十克,一米十克 做法 做法 A. 洗净水归草与猫须草 A. 洗净水归草与猫须草 B. 包煮热水,加入水归草,猫须草及一米 C. 一米熟透后,捞起水归草及猫须草,即可饮用,也可加入适量冰糖 水归草包一米,做法二 水归草包一米,做法二 S. actled 闪類草 B. 追很大外徽藏 C. a. 兼兰叶树片 C. 按吼演继续 1米1小刀 1米1小刀 做法 1米1小刀 1米1小刀 加入水龟草、斑蓝叶和1米。 1米1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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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米1小刀